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感谢你 至今还给我们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向我们说话 我们恭敬地聆听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诗篇68篇是一首充满胜利 敬拜和神威的诗篇 描述了上帝的荣耀 如何在他的子民中彰显 并带来胜利 这首诗篇的背景可以追缩到大魏王时期 当时约会被运回耶路撒冷 象征着神的同在 诗篇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思想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如何经历他的大能和保护 第一节说 愿神兴起 让他的仇敌示善 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 这是对神子民的一个吉利 提醒我们 神的大能能够打败任何仇敌 这一节经文用生动的图像描述了神的敌人 如何如烟被风吹散 如蜡在火中融化 这让我们想起 当我们依靠神时 他会成为我们的盾牌 为我们打开道路 欺散一切敌对的力量 但这里的焦点不仅仅是神击败仇敌 而是强调神的威严与同在 当月跪象征神的同在 航行时 这个敌人无所随形 对我们而言 只象征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与掌管 无论我们面对任何挑战或困难 神必定为我们兴起 让仇敌无法站立得住 第三节告诉我们 唯有义人必然欢喜 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二人在神面前消散 但义人却能站立 并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对比 提醒我们 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 并在祂的同在 生活时 我们不仅可以得着力量 还能得着真正的喜乐和平安 这也教导我们 在生活中 即使面对困难 我们仍然可以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 义人的力量来自于神的同在 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这个平安与喜乐 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环境上 诗篇六十八篇第四到六节 描述了神的实爱与公义 他不仅是那位坐车行过旷野 威延的神 他也是孤儿的父 寡妇的生烟子 并且他让孤独的人有家 制放那被囚的人 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 神的全能与怜悯是并行的 神是那位拥有最高权柄的君王 但他也关心那些弱势群体 他的心是怜悯的 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说 我们不仅要敬拜神的全能 也要学习他的怜悯 我们是否像神一样 存着怜悯的心去关心那些 孤独无一 受压迫的人呢 我们是否愿意成为神的手 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呢 诗篇68篇15-19节 提到神卷选了西安山 并升上高处 象征他的胜利与统治 虽然西安山的海拔不高 西乃山比西安山高 巴山的那些多丰多灵的山 也比西安山高 但是因为神的卷选 神卷选了西安山 所以西安山的这个属灵高度 就比其他的山都还要高 代表说神好像已经这个 卷选了很多的这个俘虏 这些多丰多灵的山 他们都被神俘虏了 所以神就卷选这些仇敌 神就卷选了很多俘虏 然后带领他们 往更高的山爬上去 其实更高的山 指的是属灵的意义 就是爬向这个西安山 从地理上西安山是最矮的 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 它是神统治万国的地方 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 西安山是最高的山 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中 提醒我们 真正的高处不是外在的 而是内在与神的关系 当我们依靠神 顺服祂的引导 我们就会经历到 这个属灵的提升 四篇六十八篇的下部分 就是二十到三十五节 主要告诉我们 上帝是为我们实行 诸般拯救的神 祂是在各式各样的状况下 拯救我们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乎耶和华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我们的能力也是神所赐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篇四篇的关键 在于我们是否真正信靠祂 相信祂的大能 并且在生活中 彰显对祂的信靠与敬拜 神看重的是我们那颗 尊祂为主的心 当我们愿意信靠并顺服祂时 我们将经历祂的保护与恩典 经历到祂的拯救与能力 我们不仅可以得胜 还可以在祂的同在中 享受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因此让我们反思 今天我们是否像四篇 六十八篇所说的那样信靠神呢 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祂的话语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 彰显祂的荣耀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能像一人一样 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 因为祂的同在 是我们永远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赞美祢 主啊 祢统治万有 各种多风多灵的山 曾经斜看过祢的山 但都终将被祢俘 并且向祢献上顺服的礼物 来臣服于祢 主啊 祢也是乐意与他们同住 如同祢乐意与我们同住一样 主 愿全地都归向祢 愿全地都登 耶和华的山 来敬畏祢 是唯一的救主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圣洁与公寓 主啊 我们敬拜祢 我们谦卑地意识到 我们的力量是祢所赐的 我们的得胜 也是从祢而来的 求祢在我们的事业 服事和学业 分音 家庭各方面 健康最丰富 最强盛的时候 让我们更加谦卑在祢面前 把荣耀能力归还给祢 并且宣告我们是靠着祢的尝试 我们才有得胜的能力 谢谢主 让我们这一生 能够全被跟随祢 全被敬拜祢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上帝 是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